我是Kiki 然後其實第一次跟導演合作 我一直都很期待跟他合作 那真的合作到 我覺得導演真的有一股非常大的魔力 跟導演合作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其實是蠻理性的人 就是我已經很久沒有一部戲結束之後 然後在大家說殺情那一刻 我瞬間的崩潰這樣 第一個當然是看過他們所有的作品 不管是包括後來那個喬喬演的電視劇 我都上網去看了 我平常也沒有在看電視劇 之後在拍的時候工作人員跟我說 你找他們是不是因為他們兩個很像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兩個一點都不像 對啦我爸媽以前也常常看報紙的時候 是會那個 但是我覺得就像導演說的吧 我這次真的很開心可以跟他們合作 因為我覺得電影裡面我們三個都呈現出 跟自己真的平常非常不一樣的面貌 這樣好很多了 好很多齁 走出來了吧齁 我這部戲應該是我跟所有人 就不只是演員導演 還有所有工作人員關係最差的一部戲 就是我到殺青還有很多人其實我並沒有講到話這樣 其實雖然我們沒有正式合作一直到現在才有合作 其實在之前我們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所以其實我們私底下有 有先聯絡了 第一天碰到面的時候 拍攝過程中我也不敢跟巧巧說話 因為他完全很認真地在他自己的角色裡面 直到今天我才能真的很開心的 我們兩個人終於可以聊自己想要聊的話題 所以我覺得這次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們彼此也看到 因為真的是之前就有共同朋友 所以也知道他就是個性非常的 也是開朗比較大方 然後一直很想跟他合作 真的合作到我就覺得 導演真的把我們兩個不同的樣子 都放在這部電影裡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 終於可以做自己的好好的聊天做朋友了 最近就是非常投入在這部電影當中 然後整整三個月都是在為了這部電影籌備 其實我見到他們本人我覺得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像 對啊因為然後他們的個性啊各方面 就是我覺得是就不像 非常認真在準備卓人秘密這部電影 可能還會補拍嘛 所以先不要拿接其他工作 就是有點像飽受攻擊 或是覺得電影是委屈的 我覺得就是身為演員 然後我真的很熱愛電影 所以我會努力的把演員這個工作做到最好 然後我覺得是在做做過的 我一定要對這部電影 我會拍到哪些工作 或者是在做的 我會拍到哪些工作 我也會拍到哪些工作 可以拍到哪些工作